凌晨不睡觉 男子戴着黑色鸭水帽 口罩 手上还戴着手套 来到银行提款机前 看了看四下无人 右手往后背包一楼 拿出老虎钱 在提款机下方动手脚 使劲力气 又蹲又钻 最后整个人往后倒 跌坐在地 终于把锁给撬开 但坚固的提款机没有让他得逞 偷走现金 男子转换下一个地点 依旧同样装扮 天都快亮了 但他的老虎钱 似乎对眼前的提款机依旧没折 原来两间银行 机体外有所 但外壳内还有另外一道防护 尽管外壳被撬开 依旧无法拿走现金 因为跟老婆现在在谈离婚的事情 加上心情不好 又喝了一点酒 所以就一想天该 想要去撬开ATM里面 看有没有钱可以窃取 47岁的张信嫌犯是资讯公司业务 说缺钱花用才会想撬开ATM 同一天里他凌晨4点03分 心切失丰 没多久4点51分 他又来到第二间银行 没想到依旧没能顺利破坏ATM偷走现金 男子一想天开 拿老虎钱就想偷钱 疯狂行进全都路 想赖都赖不掉 记者李永生 燕盈台北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